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美里有一户弱势家庭 一家三口有两位属于身心障碍的人士 父亲因病过世 周美里里长邱丽玲就在脸书粉砖发起了丧帐费的募款活动 没有想到短短两天就募集超过30万元的善款 其中还有小朋友将她的奖学金也捐了出来 让里长相当感动 一如往常 周美里长邱丽玲与志工送安心编刀到徐家 作为大哥的午餐及晚餐 这户人家一家三口有两人属于身心障碍 生活重担都绕在徐家小弟身上 长期窝冰在床的父亲日前过世 里长邱丽玲因此在脸书粉砖筹募伤账费用 没想到短短两天就涌入超过30万元的善款 还有里内小朋友将奖学金捐出来 让她相当感动 我在FB 我的粉砖 我们社区的粉砖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快报 很快两天我们就募集了30万1500 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朋友 他得了奖学金 把他的500块奖学金也捐出来 来帮助这个家庭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周美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我们这个社会 那这当中有很多丽玲的好朋友 老朋友 他们看到这样的讯息 就是火速的或半夜就发讯息给我说 希望赶快能够把他们的善款送到他们这一家人的手上 在这我事上12万分的谢意 帮助我解决这样的家庭的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 过去几年 靠自己一个人赚钱支撑整个家的徐家小弟 很感谢里长长期的关怀帮助 及社会上这么多善心人士的捐款支持 相信爸爸摘天智玲也有看到大家的爱心 爸爸这几年其实都受到里长跟我们邻居朋友的照顾很多 那我很感谢 然后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 还有居服员 然后爸爸如果人好的 也可以互相照顾 我觉得就是简单维持家里和谐啦 那就是互助 因为爸爸不方便 哥哥也不方便 然后我时间也要上班 所以我觉得有大家照顾我会很开心 能够在爸爸最后的时间 让哥哥 让我们有安心 我觉得爸爸最后他一定是很安心的看着我们 后续邱莉玲将协助因为生病不良渔行 仍在附件中的徐家大哥申请第一收入户 并协助徐家大哥找合适的工作 希望让他也能有机会自力更生 与弟弟一起坚强面对以后的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暑假也是许多幼儿园的毕业季 不过在台北市四四南村 举办的这一场森林王国毕业典礼相当特别 因为15位毕业生都是早聊儿童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还邀请超人气的Hello Kitty到场 为每一位毕业生献上满满的祝福 当然小孩都喜欢了Hello Kitty现身 不仅帮小朋友送上毕业证书和礼物 还一起合照 这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第一儿童发展中心举办的 森林王国毕业趴 在老师亲友的见证下 15位早聊幼儿将进入幼儿园及国小就读 这也是疫情解封后 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首次举办的实体毕业典礼 希望祝福小朋友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成长学习 前三年其实我们也都有孩子毕业 可是因为都碍于疫情 只能在线上参加毕业典礼 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 跟家长来讲都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又重新的 让这一群孩子跟家长们 有这样的一个聚会 然后孩子也会借由这个毕业典礼 感觉很有成就感 我从一个第一个阶段幼稚园毕业了 他们未来可能到更融合的环境里头去生活 然后对家长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跟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郑老师协助下小朋友穿上毕业服 与爸爸妈妈开心的从Hello Kitty手中领取毕业证书 对于第一儿童发展中心教保员的专业与耐心 家长相当感谢 家长两位小朋友先后在第一儿童发展中心 日拖班学习的小炳爸表示 小炳这三年来进步很多 希望小炳未来进入小学后也能稳定学习成长 其实从一开始他的口语是几乎没有的 到现在近来三年 现在口语已经慢慢越来越多元 也越来越有一些比较有文具出来 所以他现在是可以表达自己想要的需求这样子 这边主要是情绪可以比较稳定 那就算他情绪波动的时候 老师都有办法让他慢慢的稳定下来 所以其实这边算是非常让家长非常放心的一个地方 对那上小学当然就是希望他可以继续维持稳定 因为刚好我们比较幸运是因为哥哥会在同一个学校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方面表示 发展中心不仅提供全方位的早疗服务 还加入音乐美术等艺术辅读课程 协助早疗儿抒发自己的心情又能培养兴趣 更容易融入团体生活 同时在国小阶段前也提供转嫌服务及咨询窗口 让家长在早疗儿进入下一个阶段时 其实我们在提供的训练 它是全方位的 不再是只有认知上面的提升 而是包括整个肢体活动 感统的活动 音乐活动 美术活动 让他们除了在认知跟肢体沟通上面有成长之外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情绪教育 还有这个情意的这个能力可以提升 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融入那个团体的生活里头 那我们其实在到国小的这个阶段前 其实我们也会提供转嫌的服务 就是说让家长在早期疗育这段时间 其实除了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之外 爸爸妈妈也可以得到支持 那同时呢 也可以协助他们在下一个阶段找到更完整的资源 根据内政部方面的统计到今年6月为止 全国0到6岁幼儿人口为1414222人 而一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 新生的幼儿约有6%到8左右的迟缓发生率 也就是说国内有8万到11万间的幼儿 可能会有迟缓症状 因此第一设服期盼 透过这一场别具意义的毕业典礼活动 呈现早疗成果 让社会大众知道早疗教育对孩子能带来多大的改变 也希望更多没被发现的迟缓儿童 能因此被发现 并进一步获得早疗资源的协助 让这群漫费天使平安快乐的成长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为了要达到环保减碳的总目标 台北市政府宣示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 目前已经有440亿辆的电动公车上路 为全国第一 台北市长角安亲自表扬市区公车 平坚优等的6家客运业者 根据统计台北市公车的平均日运量 已经达到104万人次 即北北淘1200元都会通 上路28天也售出超过45万张 显见公共运输量逐渐复苏 为了提供市民更优质的运输服务 同时兼顾环保减碳 角安宣布 今年台北市将以达到650辆电动公车 投入运营为目标 我们在大众运输层面 优先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 目前电动公车数量 也已经突破了400辆大关 共有21条公车路线 18座电动公车充电站场 以及总计441辆电动公车 投入营运 数量是全国第一 另外我们还在筹备当中 209辆电动公车 预计于 今年将全数上路 我们今年将以达成全市 650辆台电动公车为目标 估算一年可达成 等同于4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吸收量 跟全球城市共同承担减碳的义务 交换案进一步表示 台北市民最关注的市政议题中 交通永远排名第一 这显示公共运输及大家关注的 行人友善环境等 是北市府执政的重中之重 包括环保 居住 经济 育儿 交通 交通永远第一名 而且跟第二名差距都是非常大 所以表示市民朋友 每天面对交通 公共运输 是大家的日常 所以不管是服务的品质 搭乘的便利性 价格 通勤成本 交通拥塞等等 包括现在大家关心的 行人友善的环境 都是我们市政重中之重 台北市目前已经有 3065辆无障碍公车上路 展现服务行政府关怀弱势的一面 交换其勉 客运业者继续秉持服务市民的精神 协助打造台北市成为一座温暖城市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台北松山文床园区旁的烟场路上 竟有民众滑滑板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 巡逻远警发现后 立即前往制止 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 开单举发 巡逻远警一发现路口上竟有民众 玩起滑板立即前往制止 并开单举发 这样夸张危险的行径就发生在台北市烟场路上 疑似要到园区参加相关活动的男子 竟然不顾来往车辆 直接滑起滑板穿越路口 被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8条开出法单 当日松烟文创园区举办相关活动 吸引滑板爱好者前往参加 少数滑板爱好者违规穿越道路 经警方发现 警方表示包括滑板 滑板车及直排轮等运动休闲工具 建议在封闭区域或是相关运动场所使用 以免影响交通 威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而受罚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 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邀集15组数位原生族群的Z世代艺术家 以景观的概念串接出异态社会下 当代生活的观察与体验 探索当代社会中各种流动的特质现象 从影像所创造的景观作为展览起点 艺术家黄宜嘉吴博威 使用喷漆图像与动态录像 相互交叠出异于日常的感知体验 Signal Z策展人庄伟茨 已诞生于网络时代的Z世代 经历后现代社会下所出现的各种现象 作为展览主题 邀集15组Z世代艺术家 企图呈现Z世代处于后全球化时代下 真实与虚拟世界中随处可见的各式景观 这个展览其实引用了 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鲍曼 然后他有一本书叫《易态现代性》 基本上从21世纪以后 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进入一个易态的状态 那所谓的易态指的是流动 然后他认为其实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 就是变迁流动这个状态 那引用这样的想法 我去思索的是 就是在台湾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里面 怎么反映这个现象 他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次邀请了15位组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从对于影像经验的探讨 然后流动空间 流动情欲的探讨 再到这个身体 身体跟影像的关系 或是时间的关系 以及地方景观的变迁 他其实反映出了一个不断变化 模糊 然后暧昧难解的状态 展览指向平滑影像 流动空间 当代身体 消散风景四个议题 让参观者从作品中 感受到艺术家 在现实生活中 感受的林林总总 属于意态时代中 共通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比如说 以影像来讲好了 第一个区块 就是有个关键字叫平滑影像 那所谓的平滑影像 讲的是 像我们在看手机 你非常非常快速的 在滑动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影像 你是在一个不清晰的状态 下去接受它的 因为你不需要 一直盯着它看 可是这种影像经验 反映在绘画里面 你看到的是 艺术家开始用喷漆画画 他画了一个很像影像感 很有影像感的作品 然后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艺术家或者是画家 更强调笔触 你会发现 他有一个比较粗的 比较粗广的笔触 比较快速的笔触 去回应这样的影像经验 所以这个是绘画 跟图像的部分这样 然后再来是 刚刚提到空间的部分 有的作品 其实在谈 同志跟酷儿的情欲 如何在公共空间中流动 然后也会谈到 实体跟虚拟空间的 这个交换 就是空间流动的状况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生活 其实有一部分 是在虚拟空间里面 那艺术家如何 非常聪明的 聪明的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用一个艺术的手法 表现在作品里面 然后再来是 关于当代的身体 其中一个作品在谈的是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被 一个循环的时间制约的 比如说周年庆 比如说1111 其实你会很不自觉的 跟着这样的节奏在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喜欢拿着手机走路 边看边走 其实我们的身体跟影像 也有一个这样分不开的关系 所以所谓的当代身体 是在谈我们如何理解现在的身体 跟这些资讯 或者是时间制约的状态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消散风景 消散风景其实在谈的是 先从一个艺术家家里的商行开始谈起 因为它因为火災 然后再加上市场没落了 所以警官有了一些变迁 它透过创作去追忆 它的这个老家 就是阿嬷的杂货店 就是跟它的关联 然后接下来到2011大的空间 大家会看到 不同的艺术家进入社区 或者是升级到桃园航空城 去理解那个都市计划变迁之下 我们地方的景观如何变动 就是它其实变更的很快速 有很多东西 私人情感跟记忆还有历史 其实都还留在那边 是来不及被处理的 那最后一件作品是 关于一个已经倒闭的产业 早期叫幸福牌的一个收音机 那艺术家把那个招牌 把他们的招牌 从台南车站拆下来 去谈就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传统产业 因为这样倒闭 那什么东西被留下来了 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的社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透过这些景观的重塑 去理解这个变迁的状态 台北当代艺术馆Signal Z 将于7月29号展出到10月22号 展览以艺术为媒介 呈现Z世代艺术家 对于当代意态社会景观的 多重描绘 引领观众一同获得 回看生活的契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四成上班族暑假靠长辈来照顾孩子 其次是送安亲班幼儿园 而为了让放假的孩子不无聊 七成五的父母都会额外为子女安排活动 一块来看看得花多少钱 漫长暑假可以尽情玩乐 小朋友开心 但家长就得伤透脑筋 在上班的同时 要怎么照顾子女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四成是靠长辈神救援 其次是送安亲班幼儿园 另外为了让小孩度过充实假期 七成五的父母会额外为子女安排活动 像是国内旅游体育活动等 平均得多花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元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 其实有四分之三 也就是大概七成五的家长 愿意帮子女去安排活动 而在安排的活动当中 又以国内旅游为最多 大概是占了四成多 其次是体育活动 再其次是学科补习 但是这一些活动 通通都不是免费的 如果要能够让小朋友 在暑假充分的放电 把这些本来应该在学校 花掉的时间去做支应的话 他们可能也必须 消费比较多额外的金额 目前我们统计的结果 平均增加的花费 大概是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元 将近两万元的额度 在我们的整体调查的家庭当中 这其实占了他们百分之二十二的家庭收入 也就是已经超过五分之一了 所以其实如果要能够去帮小朋友 安排一个比较充实的暑假 其实银蛋也必须准备好 那暑假其实除了时间的支配上 还有就是有没有人能够去照顾他们之外 他们也很怕小孩没有了学校的约束 可能在生活上很多作息 会出现脱续的状况 所以在家长担忧的内容当中 其实目前比较最担忧的也可以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来做参考 在国中小的话 其实他们最担心小朋友网路成瘾 因为小朋友一到暑假 仿佛这个上网的这个禁令就被解开了 然后就无止境的上网 他们很担心小孩在这个阶段会养成网路成瘾的状况 那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 台湾青少年网路成瘾的盛行率大概只有3.1% 其实这个数据已经是比欧美来的高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担忧的一个警讯 那在学龄前的幼童来说的话 那也许他们的作息还没有什么可以捣乱的空间 但是最怕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人接送 这个可能会是他们最担心的 那除此之外 补习费用太高 暑期的课外活动花费太高 这个也都是家长担忧的项目 暑假也是各种儿童夏令营 社团活动旺季 像是以魔术表演教学为主的魔术师饭团 暑假期间收入相较平时就多了10万元 因为每个季节 它的魔术师的表演的客群都不一样 像寒暑假其实大部分魔术师 接的大部分都是生日派对 除了一到什么中秋节 就会接什么社区场 所以就暑假的话是 天子场的儿童派对会居多 有时候平日会有人找我去变魔术 但是因为暑假的平时 大部分现在已经被儿童的魔术营塞满了 所以被人说只能推迟掉 暑假只能接六日的案子 大部分他会把他安排就是塞满 因为他们其实家长 其实上班的时候 没办法雇小朋友 所以他可能一早 早上可能9点就把小朋友送来 然后早上就一个社团 然后下午就参加另外一个社团 可能到4点半5点这样子 另外根据调查显示 近半数企业有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提供员工包括弹性工时 带小孩上班 提供育儿津贴等 还有可以在家工作 也让家长减轻不少育儿压力 因为我的小朋友平常都是给保姆带 那如果说像之前保姆确诊 或者是说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我只要随时跟公司申请居家 他们就会让我在家里上班 那像有时候公司会有线上会议 那老板也是人蛮好的 他就说没关系 就是你还是照常开会 小朋友在旁边没关系 那只是说可能要把声音关掉 那不要去影响其他同事这样子 不会说因为说 因为我们带小朋友 然后就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两岁真的还是需要 很需要照顾的时候 然后他的作息啊 还有睡眠时间那一些 就如果乱掉的话 其实家长自己也会很辛苦 对 那所以我觉得公司能够提供这样的福利 真的是给职场妈妈 就是很大的弹性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这样子做 那可能公司会怎么看我 就是大家都还蛮包容的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暑期不仅是要把这个时间花来陪小孩 参加很多的国内旅游活动等等 或者其他的科外活动 也要把钱花在投注在小孩子 这个时间上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蜡烛两头烧的情况 时间跟金钱都有压力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企业和国家能不能提供 在育儿上面的一个后盾支持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也有针对育儿福利 这个部分来进行企业的调查 那我们发现大概有近半的企业是有提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而且其中最多的大概就是弹性工时占19.6% 那另外还有18.7% 是让你可以在暑假期间把小孩带来上班 除此之外包括育儿津贴 居家工作 学费补助 这个大概会是依次是目前企业提出来 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的几个优先项目 而根据参与调查的上班族自评 家庭收入要达到9209元才养得起孩子 和调查中的平均薪资89464元 仅相差2545元 显示育儿的上班族确实会在收入达标 经济能力稳定后才敢生养子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2023台北马拉松12月17号将在台北市政府前 市民广场正式开跑 今年更首度引进了国外盛行的早餐跑 将于正式赛前一天举行 邀请市民朋友跑着带着家人孩子或朋友 一起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台北马拉松盛事 台北马拉松报名开跑 专业赛事仅供马拉松和半城马拉松两组别 不过今年首度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跑 欢迎市民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来唱 亲子三公里欢乐跑 都知道台北马拉松 它是全国最专业一次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马拉松 每一年都有两万八千多人报名 那其中呢全马有九千人 半马有一万九千人 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 所以呢在跟大家鼓励参加这个报名的时候呢 我也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台北马拉松 台北马拉松呢 它呢除了是我们台湾参与人数最多最专业的马拉松之外 它也是台湾第一个获得英国标准协会 BSI认证的我们的碳足迹认证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 永续跟这个环保 是我们这个马拉松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每一年呢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导呢 能够来降低这个我们的减碳的一个工作 以每一年百分之三为目标 我们希望在2027年可以达到总减碳 百分之二十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第二个呢台北马拉松呢 也是获得国际田径协会 银标认证的赛事 在2020年我们首度拿到银标签的认证 2021年呢也拿到了精英标签的认证 我们希望未来呢可以争取到更高等级的认证 让台北马拉松成为我们台湾最骄傲的一场比赛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 台北马拉松呢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 我们除了在奖金的部分呢 我们针对国内的跑者有设置 男女各十万块的奖金之外 我们也谢谢富邦哦 有加码各33万的这样一个奖金 我们也谢谢鼓励一下 另外呢今年哦 有几个比较值得大家 呃来这个了解的一个特色 就是刚刚主持人其实都介绍到了哦 今年哦我们首创欢乐早餐马 我们希望就是说除了在比赛当天 我们过去都只有拳马跟这个半马 我们希望呢在前一天 我们举办一个三公里的欢乐早餐马 鼓励全家大小一起来共襄胜举 哦让我们这个啊所有喜欢运动 或者是你可能之前都没有运动 但是你想要来感受一下 国际赛事氛围的民众 都可以西家带卷 福老西幼来参加我们今年的这个 呃台北马拉松 我们同时感受到台北市的美 跟台北市的这个热情 还有它的一个动力 我们体力协会也会配合台北市政府 我们会邀请精英的选手 男女各六位来参与这次的一个比赛 希望藉由他们的一个参与啊 来提升我们 磨练这个马拉松的一个水準 那我们经有28年这个高挂的 全国纪录还没有打过 我们希望藉由这次的比赛 能够来打过这次全国的纪录 那环境的这个 永续是全球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也是我们世界田律总会 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2023年 那个标签的一个赛事 更是将永续的计划 列为这个评估的一个考核 那我们田律协会 最近这几年里都有在办这个 我们田律协会啊 随随随随着一度自力啊 将台湾的马拉松啊 那个朝国际这个方向来前进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内啊 都能够多办机场的这个 WA标签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协会也会尽力的来协助 这些比赛的赛事 能够能永续的一个发展 马拉松能够优化 从此近日迈进的国际 优质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市政府 马拉松赛事之一 马拉松赛事之一 2023的台北马拉松呢 今天下午4点 我们正式来启动这个 线上的报名 这个全马呢 我们预定是9000人 报名结束以后呢 我们抽签 办办法呢 大概一万九千人 以报名的先后时序 明有结束 明有影线 我们媒体朋友 能够给我们大力的宣导 让更多的爱好 跑步的朋友来参加 这个台北马拉松 让我们这个台北马拉松 更精彩 更有好的成绩表现 同时呢 也避免我们这个爱好 爱好马拉松朋友呢 措施这个良机啊 当然呢 我们的王岐长也提到 10月16号呢 我们要先举办一个 早安的 亲子路跑 三个美国全国都跑 台北马拉松 是台北市 全体市民 我们大家都马拉松啊 大家来参与 大家共享来胜许 这个早餐马拉松 所以今年是特别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我们很热烈的欢迎 台北市的市民 能够提早来给他们报名 来参加这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赛事12月17号 将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 开炮 活动赞助单位表示 国内跑者突破台湾 马拉松记录的话 会给33万元的奖金 透过激励 鼓励台湾选手 持续超越自我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台湾市分大学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与中佳宽平合作举办公用频道 手机影制工作方 首场活动在台北展开 为期两天的课程 教导民众用手机产制影片 并融入桌游的活动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公用频道存在的意义 这个已经没救了 那我怎么办 充满趣味及挑战性的桌游 让工作方学员化身为影音创作者 绞尽脑汁要在自媒体 兴盛的时代中存活下来 连续举办三届的公用频道 手机影制工作方 今年特别融入媒体素养主题桌游活动 让学员从游戏中认识媒体生态 了解公用频道的特性 最大的收获就是公用频道 其实受到很大的保障 那你有权利可以在上面 发表你的意见 然后不会被其他的人影响这样 这个作业叫做公平无私 然后它主要是在模拟说 在自媒体当代的环境里面 我们是一个影音创作者 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个 自媒体平台兴盛的状况下面 如何存活 那你是要在自媒体上面放你的影片呢 还是到公共频道上面去放 那你不只在自媒体上面放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些同业的竞争 或者是一些合作 或者是一些恶意攻击 这样子 那公共频道可能 虽然它获得的流量比较少 但是它却保障了人民 可以有一个发声跟宣传的权利 这样子 主要来说 这个我们这个桌友可以希望民众 就是它可以透过玩游戏的方式 了解到公共频道在 虽然在现在媒体生活 媒体环境很乱的状况下面 它还是保有民众一个媒体的禁用权 跟你可以发声的一个权利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戏 你可以对公共频道 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这样子 除了以编玩编学的方式 让民众认识公用频道 另外活动更聚焦在影像拍摄 剪辑等技术性课程 让来自各方背景及世代的学员 集思广益 产制更多元的节目类型 一开始是对用手机剪辑影片 还蛮有兴趣的 那后来发现它是专门在 介绍公用频道 那稍微看了一下的话 也对公用频道希望进一步的了解 那自己对环岛或是旅游这种主题 比较有兴趣 那在这里学习之后 发现有公用频道这一个管道 那之后如果真的有拍成影片剪辑出来的话 也会主动投稿在公用频道上面播放 对啊就是刚刚还蛮期待说 最后老师说如果有兴趣 或者是我们的成果是有机会 在第三频道的公用频道上面做展播 还蛮特别的 因为公用频道好像就是有 民众主动投自己的作品 跟自己享受的话到这个频道上面 跟以往我们被动的接收到资讯 是不太一样的方式 然后希望这个工作坊就是可以 让我们更熟悉一些剪辑影片的技巧啊 或者是增加一些特效啊 然后因为我本身之前 我本身是很少去做剪辑影片的 所以才会想说来参加这个工作坊 可以让自己在媒体这一块 有一些新的资讯跟一个技能这样子 就我们来活动的民众从年幼的小朋友到 比较年长的长辈都有 那我们会先以 就是比较基础的 手机基础的操作为主 等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会 进入 比较深入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教大家一些运镜也好啊 该如何运镜 然后手机如何做一些 比较稳定的持镜 然后再来就是 更进一步的就如何去剪一些 比较有趣的画面 那还有一些镜头的一些构图上面 然后再来最后则会教民众 请民众他们做一个计划 以小组的方式做一些计划 然后计划说 海北的民众或者新北 到海北地区的民众 可以在这个附近 有什么样子的活动的状况 有哪些文化也好 历史也好 或者是一些故事也好 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去呈现 那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用这方式 来细化出一支影片 中佳宽屏与台湾师范大学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合作举办公用频道 手机影制工作方 希望透过活动 让民众用手机 就能够产制作品 并且在公用频道中播放 丰富公用频道的节目内容 吸引观众收看 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植计划 在疫情三年后 以美好预见的概念再次出发 带领12家台湾荣获国际设计奖项 与全球募资的文创品牌 前进日本 市长蒋万安在文化局长 蔡师平等人的陪同下 参观参展业者摊位 有让消费者体验组装的皮件 还有使用台湾废弃余网再生材料制成的眼镜 以及用软水泥材质制作的配件与手工软造 上百种创意设计商品 都让蒋万安感到相当惊艳 大战每项产品都极具创意 更结合永续与环保议题 刚刚一进来走了一圈 哇我真的非常的惊艳 看到这一次12个文创伙伴 邀到日本参展 大家的产品设计 真的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你真的要我选我还真的选不出来 要哪一个每一个都是 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融合了 现在我们大家很关心的有序的议题 强调的环保 我想这一点真的是台北的骄傲 台湾的骄傲 其实我们新市府团队上了之后 非常重视文创产业的推动 所以今天得知我们即将有一个团 要去日本东京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社会 当然因为过去疫情 我们停了 但是我就要从2015年开始 我们连续5年都有参加 而且大家在这 每一次在日本东京的这个设计展 都表现非常的亮 总共好像有5个大手 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有得过4个优秀手 其实刚刚看了一圈 我觉得每一个包括 我们用废曲网做的眼镜 那个戴起来很酷 而且那个材质 我自己是大近视 我有很多副眼镜 常常被我压坏 但那个其实材质非常好 然后还有很多 我们非常具有设计感的背包 然后都没有红线或接合的地方 DIY就可以自己组合 我强调的滑滑卷 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包括很特别 我一看以为是一个石头 但其实它是手蚤蚤 然后另外非常多 还有一个很特别 我知道原来喝酒口感也要好 搭配洗衣 很特别 然后不管是还有水啊等等 都非常的精致 所以到一路过过来 非常多的产品都让我非常喜欢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 我们12支队伍到日本东京 一定可以大放光彩 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植计划 自2013年起以台北KONUS 台北创意生活馆 带领国内文创业者 参加国际性展会 今年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 将率领12家文创品牌业者 组成台北文创领航代表队 前进日本参加日本东京设计商品展 展开一场台日文创产业交流的美好遇见 这一次我特别邀请我们蔡市民局长 当我们的大队长 带领大家到日本东京 那我相信这一次 我们一定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规整 平台彼此的交流 学习 那一直以来 我们除了推动文化才能的发展 而且我们的一个理念 是希望用文创为基地 政策为主筹 设计为媒介 然后科技作为一种工具 那我们是以環境永续为一个导向 我们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 来协助我们所有设计界 结果中介的伙伴 各位都有非常丰沸的创意 那我也希望在实际面 我们是否可以协助各位 不管在各项的资源 经费的益助 人才的招募 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实际能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困难 我们台北是一定 借尽所能的给予大家的支持 这次参展的12家品牌 展出创意文具 生活品味 居家美学 以及风格配件等超过100项 创意设计商品 呼应美好预见主题 强调以品牌传递永续理念 诠释专属于台北conus的风格品味 我们是用低碳排的PPU皮革做包袋 然后我们主要也做了一个组合式的概念 在这里面来讲 我们的大包小包都可以自由去组合 并且可以依消费者的使用方式 去决定自己身上攜带的商品或空间的大小 过去在做旧型的PU的时候 它是用湿式或干湿 它都会造成水污染或者是空气污染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做了一个 跟厂商一起共同研发的一个配方 然后是PPU那是一个比较环保的制程 它可以在减少空气污染跟水污染的排放的产生 我们品牌主要做的是软质地的产品 那用冲突美学的概念贯穿我们品牌所有的产品 视觉上看起来坚硬粗糙 但实际上使用却是柔软质地的实际好用的产品 譬如说这个是软质地的手工罩 像一颗岩石斑一样的软质地的手工罩 但是它却可以很好的清洁 有温和的吸进力 是弱酸性的酸减质地的手工罩 主要我们品牌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从材料开始去做研发 从材料的源头去进行设计 然后再到生产制作 那软水泥的部分是混合了细胶橡胶 水泥砂石等不同的颗粒去做制成 那像这个灶的部分还是秉持着有干油 存水 但是我们特别加入了海藻胶的精华 然后去以及一些植物性跟矿物性的配方 做到这个灶的一个质地 2023日本东京设计商品展 将在7月19到7月21日登场 台北KONUS展区还首次运用3D技术导入AI系统 将台湾著名指标101大楼与台北艺文场馆 导入展区空间 更透过AR设计展现商品 增加买家对产品的资讯了解 也看见台北市的文化创意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金融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农历6月17到19后是观音佛祖成道日 基隆慈云寺特别举办观音游行烙进活动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欢迎观音佛祖成道日 信仲穿安留不习 基隆慈云寺每年6月17到19日都非常热闹 不少远从外地来的香客信仲都备好香花共果 虔诚公祝 今天是农历6月19日 观世音得到纪念日 从前天农历17号 就有人很多来参拜 昨天也是很多人 还好台湘过去了 本来很担心台湘来 没有那么多香客 可是观世音保佑天气这么好 我们有准备凉的鱼台 很多信仲都来吃平安 蛮多人 今天礼拜六更多人 这个活动差不多 每年都办了一百多年 超过百年的庆典活动 慈云寺也准备了丰盛的点心 供信徒享用 而农历6月19日 慈云寺都会举办圣驾绕境活动 邀请圣男戏女一起绕境祈福 很开心可以参加绕境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 我们慈云寺的佛祖诞生的活动 那很高兴我们可以随着 马祖的脚步 还有民俗基地团的脚步 踏遍我们安乐区的每一块土地 保佑我们安乐区 基隆市民都能平安健康快乐 我们基隆俗称 两个四肛门 所以我们佛祖娘 就是我们两个 里面其中一个娘 另外一个就是采求娘 所以这是非常具有基隆在地特色的历史文化活动 这样子的绕境活动也传承了百年 那前几年呢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办法办理 那今年呢又很开心 非常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 绕境路线行进安一路到基隆市区 沿途经过城隍庙 清安宫 奠祭宫 市政府再回慈云寺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基隆市推广运动风气不遗余力 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体育会 在基隆举办多场全国性的运动活动 市长谢国良也接连出席全国楼梨球锦标赛 跟活力健康五锦标赛 鼓励大家多运动 让身心更健康 画面上是来自全国多个县市 45支队伍的揉力球选手 齐聚在基隆体育馆以舞会友 这是由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体育会 共同举办的112年全国揉力球锦标赛 基隆市政府也全力支持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多次争取全国性体育活动在基隆举办 带动全民运动风气 带给大家快乐又健康 我们因为郑锦舟理事长在体育界 在全台湾都非常的认真卖力 那也争取了很多 几乎全国性的规模的活动 来到基隆举办 所以基隆在体育界方面 其实是拥有全国性的一个相关的地位 那我们觉得非常感谢以外 我们市政府也会支持更多的体育活动 体育赛事在基隆举办 非常谢谢我们王女市长 他第一班从左营六年多赶来这里给我们开幕 也非常谢谢他出钱出力 而且很多大的活动都办在基隆 对基隆举办 所以这地方我们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非常谢谢王女市长对基隆体育的支持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多位市议员也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 包括前议长宋伟丽议员 市议员何淑平 市议员施伟政 市议员韩世玉 市议员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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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都到场共襄盛举 做力球运动的好朋友其实很多 佩祥在这边 祝大家今天能够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还在比赛好神奇之外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 好开心喔 每年我们都要齐聚在这边 全国楼梨球的这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 在今天一起举行 那文庭在这边祝福大家 越运动越健康 紧接着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到举办活力健康武警标赛的建德国中现场 与大家一起跳带动唱 市长谢国良也肯定各队舞选手借由跳舞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也透过运动结交好朋友 享受健康人生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就读中心国小 现年八岁的小霹雳舞王林里娜 去年底在法国比赛获得冠军 今年前往韩国再度夺冠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特地前往恭贺 还当场请娜娜传设舞技 就读中心国小现年八岁的小霹雳舞王 绰号娜娜的林里娜 去年底在法国比赛获得冠军 今年前往韩国比赛时又再度拿下冠军 不过也因此受伤 信号已经恢复健康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是议员特地前往关心 也恭贺娜娜 再次为国也为基隆争光 并且请娜娜当场传授舞技学舞 娜娜你是这次去韩国拿比赛冠军吗 听说你在那边 这个是我拿到楼 一千块等于三万块的台币奖金 恭喜啊 但听说你在那边比赛的时候 就不小心受伤是不是 那当下心情怎么样 继续比赛 不管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不能输让输低 绝对不能输 那当时后来拿到冠军 后来那时候你又想到你会拿冠军 那我也想到你 就是想说先冲下去 先把他比赛比安当于哈 是喔 那你比赛的时候最后面是什么 怎么赢的 对 你不要看你先看 看才看 是喔 先看他快喜欢学的 那你那时候 你遇到的都是被同年纪的吗 还是被年纪大的 那你都被你年纪大的 都被你年纪大的 娜娜也现场秀一段舞技给林佩祥看 让林佩祥也看得鼓掌称赞 这个不需当体操选手太可惜了 哇 真的很厉害 真的真的厉害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道 基隆市安乐区公所举办模范父亲 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26位模范父亲 及17位好人好事代表 感谢受奖者的良善事迹 为社会树立典范 画面上是安乐区 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在安乐区公所热闹举行 在进行颁奖表扬前 安乐区的里长们献花给谢国良市长 跟安乐区长简一哲 共同祝贺所有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最辛苦的爸爸们 您是最棒 对我们基隆市所有的楷模 所以今天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来跟大家恭贺 但是我们的荣幸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祝贺 所有的爸爸们 都身体健康 因为啊 你的身体的状况 良好健康 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个幸福 的一个资助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我看到我们平常是民意代表在座的 沈亿传议员主任 今天是模方附近 不错啦 掌声给您 所有的爸爸们的鼓励 也谢谢我们所有好人好事代表 感谢里长 谢谢 这个我大女儿 这个我孙子 这个儿子 沈伟德 这个我的孙子 这个我小女儿 这个也是孙子 这个是我老婆 今天很感谢气功所给我这个机会 这个模范父亲的表扬能够来参与 感恩跟感谢 也祝福今天所有的八八节 大家都快乐 感恩 谢谢大家 这个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代表表 典礼上 有许多贵宾也到场祝贺 包括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与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 安乐区的市议员郑凯玲 洪森永 于三发 秦真 吴华佳等 以及各里的里长们都齐聚一堂 为活动增添光彩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七堵区的七弦桥 千祥桥还有百福桥三座桥 地方反应已经锈时严重 市议员张耿辉因此在市议会提案 希望市政府赶紧除锈上漆 横跨在基隆河上的七弦桥 不但是七堵队内对外的重要交通桥梁 搭配河景更是美丽 不过不用仔细看 就可以发现黄色桥身上绣石斑斑 其他包括千祥桥及百福桥 都有同样的问题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在市议会提案 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视 尽快编列经费 为这三座桥梁先除锈上漆 并且在晚上不妨碍交通视线安全的情况下 规划装设不同的造景灯饰 为七堵的夜间增添景色和光明 我们基隆市尤其七堵区 像目前的三座桥梁 来讲七弦桥百福桥千祥桥 这三座桥梁的话算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不管是行经我们四七也好 还是经过我们六二快速道路 还是大法系统交流道也好 还是北二高高速公路也好 都要必经的路桥 那因为这三座桥也大概新建了十几年有的 那因为基隆市的话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东北基隆又强 目前的话已经面临的干购桥梁已经有腐蚀的现象 蛮严重的 那耿辉在我们本届的第一二次的临时会也提案 然后也经过我们议会同仁潜意的支持 包含我年署提案的有陈明健议员及秦臣议员 还有郭美秀议员的三个年署 然后经过我们议会同仁潜意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这已经三座通过的案子 尤其这三座桥梁非常重要 那也入京的车辆非常多 然后我也建议我们市政府在明年 是不是在今年度可以编预算 明年赶快来施做 若是市政府在考量整个行车安全无遗力之下的话 是不是可以加强这个夜间灯光的造型 以凸显说我们基隆市整个城市一个桥梁的一个特色 让我们也可以带动一个地方上一个夜景的一个城市 张耿辉指出尽快为这三座具有地标性的桥梁除锈上漆 感受时越来越严重 不仅仅是为了延续桥梁寿命 保护驾驶人和行人的交通安全 也是让七堵及基隆市的门面 持续发光发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